也许你没有看过 但这是一部超好看的动漫电影之一 圣斗士星矢之圣域传说 在遥远的宇宙深处 射手座黄金圣斗士艾欧洛斯 怀抱着真正的转世雅典娜逃出圣域 途中遭到双子座萨迦和摩羯座修罗的阻击 最终身负重伤被击落到地球 垂危一线的艾欧洛斯将女神雅典娜 托付给刚好来喜马拉雅山脉探险的光正老头 嘱咐他一定要把手里的婴儿抚养长大 16年后重新回到圣域 把假的雅典娜踢下台 知晓前言后果的光正将雅典娜带回家中 并以孙女的名誉将其抚养长大 起名为沙芝 16年后的沙芝已经长成了大姑娘 当年的光正老头年是已告因病去世了 而管家负责把沙芝的身世告诉他 当管家告诉沙芝是雅典娜的时候 他惊呆了 那你本来想开开心心过个生日的 突然要去拯救宇宙 谁听了都会蒙圈呢 管家的话还没有说完就遭到了袭击 先是小喽喽登场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我们的主角圣斗士星矢帅气登场 一记让人听了既兴奋又想哭的天马流行拳 华丽的消灭了对手 随后我们熟悉的角色 子龙 冰河 顺 一一登场 在星矢的带领下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们就是当年光正老头从世界各地找到的圣斗士 从小接受严酷的训练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女神雅典娜可以顺利回到圣域 随后几人回到住处继续和沙只讲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突然一道光束从天而降 瞬间击毁了房子 巨大的爆炸让几人立刻警觉起来 从烟尘中缓缓地走出一位身穿黄金圣衣的男人 原来他就是狮子座的黄金圣斗士爱奥里亚 而且他还是16年前陨落地球射手座的弟弟 他来这里的目的 一个是拿回哥哥的黄金圣衣 另一个就是执行教皇的命令 杀掉冒充雅带娜的沙只 众人一听原来是敌人 那就不废话了一起上吧 狮子座的力量太过强大 他们言以为豪的青铜战斗力 在黄金圣斗士面前不堪一击 四人被虐得非常惨 一旁的沙只看不下去了 触发被动技能小宇宙爆发 这让狮子座黄金圣斗士很是惊讶 他认出了这是只有正统的雅典娜 才拥有的炫酷闪耀技能 管家还是把射手座的黄金圣衣教了出来 狮子座带着怀疑赶回圣域 却找教皇确认雅典娜的真假 众人刚松了一口气 躲在一旁的小喽喽 暗中放冷剑 直接命中沙只的胸口 沙只变得虚弱起来 既然事情都是有关圣域的 那就只能去圣域解决了 四人把变身的牌子放在一起 通往圣域的传送阵开启 他们来到了圣域 而想到达雅典娜的住所 必须得穿过黄金十二宫 才能抵达终点 第一宫 白羊座 木 性格特点 优雅 淡薄沉静 是圣斗师中念动力最强的 圣域修复技术的唯一继承者 进攻招数念动力 通过意念对物质或能量进行控制 防御招数水晶墙 可防御也可困住敌人 白羊座代表智慧 一眼就看出来杀之的雅典娜光环 话不多说 直接放行 接下来是第二宫 金牛座阿鲁迪巴 性格特点 好爽 豁达 是非分明 初中有戏 圣斗师中最强壮 最勇猛的男人 进攻招数 巨型号角 把小宇宙集中在腕上 并从手腕上发出光速冲击波 毁灭一切 老牛是黄金圣斗师中最悲催的一个 总是被偷袭 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太差了 星矢一拳就干掉了老牛的一个触角 这时白羊座赶了过来 老牛直接坐在了地上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真相 只不过测试一下星矢的力量而已 第二宫顺利通过 接下来第三宫 巨蝎座 迪斯马斯克 以战争和杀戮为乐 性格特点残忍恐怖 黄金圣斗师中最可怕的男人 进攻招数 饥尸器冥界波 直接攻击对手的灵魂 强制把对手的肉体和魂魄分离 送往冥界入口 圣斗师中没有绝对的邪恶和正义 但是这个人非常卑劣 以杀人为乐 并且知道教皇是邪恶的 但是信奉力量提示正义的信念 依然为假教皇效忠 他是公认最弱的黄金圣斗师 由于人品问题 后来被圣衣背叛 然后被子龙打败 直接被贬为凡人 兴使他们趁子龙和巨蟹座交手的控制 直接来到第四宫 狮子座 爱奥利亚 性格特点不惜谋略 直线思考 常常正正的模范圣斗师 进攻招数 等离子光速拳 每秒打出一夜光速拳的拳法 形成网撞攻击 范围极广 兴使负责牵制狮子座 顺负责继续下一宫 在强大实力的狮子座面前想跑 爱奥利亚一拳冲向顺 处女座 沙家即时出现 沙家是圣斗师中最接近神的男人 性格特点突变不惊 能冷静地看透事物的本质 黄金圣斗师中最深思熟虑的人物 进攻防守一体招数 天无宝伦 小宇宙形成攻防一体的战阵 既不能攻击也不能逃跑 可以随时剥夺对手小宇宙 另一边的冰河也来到了水瓶宫 水瓶座卡庙冰与水的魔术师 性格特点外表冷酷 内心热情 最纯洁正直的圣斗师 一心想教导冰河 最后为了让冰河觉醒第七感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说实在的不愧是一位好老师 另一边星矢和顺来到了天蝎宫 天蝎座米罗 性格特点 正义感十足 以身为黄金圣斗师中的一员 感到骄傲 进攻招数 星红独针 用食指指尖 以光束对应人体的死穴进行攻击 米罗仅仅用了两招 就把星矢和顺 直接打到了摩羯宫 摩羯座修罗 将体术修炼制堪称圣剑领域的男人 这时顺的哥哥 一辉出现了 一辉性格冷控无情 却掩不住满怀炙热 第一弟弟顺 更是有着难以掩饰的关怀 总是在星矢等人最危险的时候感到 修罗的进攻招数 圣剑拔刃 把小宇宙集合到手腕上 形成一把圣剑 足以开天辟地 修罗是最忠诚的圣斗师 所以被女神赐予圣剑 在打斗的过程中 强体意外脱落 这是射手座留下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教皇是假的 原来狮子座被假教皇操控了 他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众人 现在的雅典娜是假的 背后的指使者正是教皇 教皇见自己的阴谋被识破 直接摊牌了 靠着自己掌握的强大力量 把圣域变成了一片火海 并且复活了一座巨大的狗头雕像 教皇最终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原来是早已堕落的双子座萨家 双子座性格特点 拥有善与恶两种极端的内心 被很多人认为黄金圣斗士的最强者 进攻招数一次元空间 用强大的小宇宙将时空扭曲 将对手送入不属于这个宇宙的一次元空间 你们知道这个被秒杀的黄金圣斗士是谁吗 最厉害的进攻招数 银河星爆 将自身小宇宙释放到极致 形成庞大的群星粉碎场面 可以说双子座萨家是神的化神 星矢一个人肯定是顶不住的 但主角的背后还有好多小伙伴 不仅有着雅典娜的小宇宙加持 更是把朋友的小宇宙拿过来用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手臂 再加上自己的绝招天马会心拳 直接贯穿能量球发生巨大爆炸 其他的黄金圣斗士也没闲的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一人一招就干掉了复活的巨大雕像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萨家体内的恶魔之力彻底觉醒 身体和召唤的恶魔融为一体 上来就是一招毁天灭地的能量波 关键时刻星矢穿上了射手座的黄金圣衣 及时救下了雅典娜 身为天马座青铜圣斗士的心事 直接进阶到射手座黄金圣斗士 射手座圣斗士的楷模 性格特点冷静而温厚 正义和力量的化身 具备人质勇的黄金圣斗士 是所有圣斗士的灵魂人物和精神领袖 进攻招数黄金圣剑 射手座的武器技能 强大的小宇宙集中一剑身 全力射出后的威力十分惊人 几乎难以抵挡 我是北墨 喜欢的关个注 谢谢 谢谢